政治经济学系 如果你要把政治经济学系 直接连接到一个人的话 你会不会可能想说 他可能是促进经济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你会不会觉得他是 可能是念完这个科系就是选总统 但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 就是台湾的总统啊 如果你念法律系的话 可能当选的机会还比较高一点 所以大家就是 不要再把政治跟选总统 这两件事情连接在一起了 那可能很多人会好奇 为什么我要选择政治经济学系 其实当初呢 我也是看了学长的IOH讲座 然后当时学长有一句话很 触动我的心 就是他说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公民课的学生 那你一定很适合念政治经济学系 那我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热爱 公民课的一个人 另外的话就是我对公民课里面的 供需法则啊 机会成本这些东西 其实一直都是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我对经济这个类别的科系 其实本来就已经有在留意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后我会选择中三政经的原因 那政经这两个字你会怎么想呢 你可能会想说是政治的经济 经济的政治 还是政治加上经济呢 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政治跟经济这两个词 政治其实就是管理众人的事 经济其实就是经事记名嘛 这两个形容可能大家过去都会听过 那详细一点来说的话 政治其实就是建立权威 通过组织的分配来达到集体的正义 那建立权威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我们高中学过的 我这个国家要使用总统制 还是用内阁制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建立权威的过程 再来的话就是组织分配 组织分配是什么呢 可能是我们要怎么去分配我们国家的资源 像是我们可能是选共产的方式 或者是选择资本主义的方式 那这两个东西其实 就是包含在政治的这个领域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经济 经济用最简单最基础的方式来讲 就是用自己的资源 在市场上做最有效的利用 为什么我会说是用自己的资源呢 可能你会想说就是 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东西啊 但为什么我会说是用自己的资源呢 这边举一个例子 便当多少钱 我想要讲的是拥有的资源比例 那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假设你今天一天赚100块钱 那一个50块的便当是不是占了你一天收入的一半 那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便当可能有一点贵 甚至你可能会觉得超级贵 因为我可能要吃早餐午餐晚餐 然后我还要喝饮料 我还要买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东西 所以我一天只赚100块 一个50块的便当对我来讲也太贵了吧 但今天假设你一天可以赚到10万块钱 一个50块的便当对你而言算什么呢 你一定觉得这个便当也太便宜了吧 这便当能吃吗 这超便宜 可能甚至一个便当500块 你都觉得还是很便宜 所以一个东西的价格 它其实定价并不是绝对的 它是根据买的人 他拥有多少资源来就是去判断说 这个东西多少钱才是合理的 那这个互动的过程其实就是经济这个领域 那政治跟经济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代表的就是市场跟国家在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 市场就是我刚刚讲的经济 就是我们愿意花多少钱买 别人愿意花多少钱卖 别人多少钱的状况下他愿意买 那我愿意花多少钱买 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就是经济 而国家其实就是政治 我们国家选择了什么方式 就是政治的部分 那市场跟国家在社会当中的每一件事情 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政治经济这个领域所探讨的 那政经济到底在研究什么 这边以我们的教授 主要研究的四个领域来跟大家介绍 首先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其实就是研究 在经济慢慢变好的这个前提之下 一个国家的经济跟社会 在现代化演进的过程 讲简单一点就是 为什么这个国家现在可以变成这样 比如说大家可能会说 台湾的经济发展 为什么可以变成现在这样 那我们就可能说 因为过去有进口替代出口过章 然后有十大建设这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其实就是经济发展的这个过程 那也就是这个领域会探讨的东西 再来第二个是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其实就是谈 跨越国际的货品和服务交易 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常讲的跨国贸易 那跨国贸易其实就是我A国家的商品 我要怎么卖给B国家的人 或者是我B国家的人 我们要怎么去服务C国家的人 那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点 是可以告诉大家的 就是国际贸易这个东西啊 它在以开发国家跟跨国企业 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是一个 让这个世界达到一个更好分配的过程 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些开发中国家 他们可能有比较多的人口 那他们可能主要从事劳力密集产业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需要劳力的这些工作给他们做 那这样大家就可以更好的分工嘛 可能我的国家就是比较着重在创新 那有一些国家比较着重在他们的人力比较丰沛 那我们就会把需要人力的工作给他们 那需要创新的工作就我们做 但是开发中国家跟费政府组织 他们的角度是怎么想的呢 他们觉得啊 国际贸易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剥削的过程 为什么会说是剥削呢 刚刚我们讲到说 我们把这些工作给这些开放中国家做嘛 但他们觉得你们给我们做 根本就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项领域很擅长 只是单纯因为我们很便宜 你们想要赚更多的钱 所以你们想要节省成本 所以你们才会把这些公司移到我们的国家 所以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是一个剥削的过程 你们有觉得 有没有觉得这非常有趣啊 我们从不同的公司 从不同的国家来看国际贸易这件事情 你就会发现 其实每一个人想的国际贸易都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第三个领域是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的领域 其实就是人跟人超越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关系 比如说战争和平 我们不会说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战争 或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和平 但我们会说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战争 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和平 甚至是现在可能在遇到某些议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很多个国家一起集结起来 然后去可能对抗另外一个国家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合作这样子的关系 那这其实就是国际关系里面在探讨的 最后的话就是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其实就是为了因应公共事务 而做政策的这个过程 像是我们可能在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台湾的食品安全政策 好像没有这么的完善 那因为没有这么的完善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新增很多很多的政策 来管制这些食品安全 那这个其实就是公共政策这个领域 我们会探讨的 就是比如说现在可能有哪些公共事务 然后我们可以做哪些决策这样子 再来的话是大家可能很关心的必修课 必修课其实在政经系我们是比较多元发展的 刚刚讲了很多领域 但我们的必修不会说特别就是针对哪一个领域去做学习 我们的课程其实是比较偏整合性的 就是一堂课我们可能可以带你认识前面讲到的每一个议题 那就是你在学完必修之后 你会针对你自己想要研究的领域再进行选修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 在大一的时候 其实就有点像是高中公民课的延伸版本 比如说我们会上经济学原理 那既然它叫做原理其实就是最基本的东西 其实就很像是高中学的工需理论啊 或者是机会成本这些东西 只是我们会更加的深入去探讨 再来的话是政治学 政治学的话就是刚刚前面讲过的总统制啊 内阁制或者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这些 那我们会更加深入的去探讨这每一个制度是怎么来的 那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成立 那它有哪些国家正在用这些制度 我们会在政治学这个课程当中去探讨这些事情 再来的话就是经济数学 经济数学讲直白一点就是微积分 相信大家在高中都会上过一点点基础的微积分嘛 那进到大学的时候很遗憾的是你还必须再碰到 那为什么我们要学微积分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解很多经济问题的时候 都会用到微积分的这些概念 所以在大一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再带大家就是上过一次微积分 那如果你不太会微积分的话 其实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会重头就是重新教 那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上微积分的时候啊 其实不是说直接一个公式一个公式这样子带你算 我们会用很多经济简单的经济例题 然后用这些经济议题啊 就是可能有一些应用题来给你计算 那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去计算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数学是一件很死的东西 它其实是很灵活的 那你看的题目也都是一些经济学上面的问题 其实会比较亲切 再来的话是会开始带大家初步了解 我们所学的这些领域 统计学的话其实 为什么我们要学统计学呢 就是我们在做很多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一些软体 那这些分析软体就是我们在统计学这堂课 就是会带大家认识的 接下来是政治经济学 这是我们初步踏入政治经济这个领域的一堂课 那它其实就是带我们了解世界的过去 就是这个世界上可能某一个国家 他过去做了什么努力 才会导致这个国家变成现在这样 那这个其实就是政治经济这个学们会教我们的东西 再来的话是个体经济学 个体经济学的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应该怎么做选择 你可能是一个人 个人或者是一家公司 你应该怎么去做选择 接下来的话 其实就是比较进阶 到现在的社会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的世界 已经不是你每一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所有事情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决定都会受到其他国家 或是其他人来影响 那总体经济学其实学的就是国家的选择 那它其实就是比较更高层面的 我们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 可能因为发生了一个世界性的大事件 那我的这个国家会不会因为这个事件而有什么改变 或者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因应这些事件 其实就是总体经济学教大家的东西 再来的话是公共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谈论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公共利益跟私人利益之间 我们要怎么去做取舍的过程 最后的话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 这堂课很特别的是 它针对的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议题 那我们会用这些议题 然后大家会去讨论说这些议题 我们认为它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样子的状况 那它未来我们觉得它会怎么走 它会走向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会去做这样的分析 最后的话其实是政经实作专题 那它是我们必修的最后一堂课 我把它成为必修的最后一理路 那你可能会说这堂课要干嘛 顾名思义实作嘛 就是让你直接去做一个题目 也就是让你当一个研究者 像我自己呢 其实我当时对公共政策是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我做的是盛时的这个议题 那在做这个议题的前 刚开始我们可能要先去探讨哪些地方会有盛时 或者是盛时是什么 那在这边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观念 就是盛时啊 大家可能都会想说是不是厨余啊 那些我们每天便当吃不完的那些 然后丢进厨余桶的那些东西 其实盛时虽然也包括了这些食物 但它同时也包括了一些可能 比如说种植出来 就长得比较丑的这些水果 它可能没有机会到你的到商店里面去卖给你 因为没有人想要买这些丑的蔬果嘛 所以他在一开始他就会把这些食物打掉 打进垃圾桶 那因为这样的话 可能他假设他不打掉 他可能还是经过包装然后送到市场 结果市场根本没有人要买 那他是不是中间这个包装啊 运送的这个过程都会是浪费 所以他们会选择在最刚开始的时候 就把这些有一点丑的东西打掉 那也不会让你看到这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它也是盛时的一个部分 甚至很大部分的他们都会直接进到垃圾桶里面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会讨论 有钱人是不是就是浪费的这件事情 我们可能会去分析啊 台湾的不同县市 然后不同区 它的每一个地方的储余量是多少 那我们会去研究说 那储余这边的人口 会不会在市区的人 他的垃圾量就比较多 他的这个储余量就比较多 在乡下大家就比较不浪费 食物都会吃完 所以储余量就比较少呢 我们会去做这样的分析 那我们最后其实就是要做一些 对这个议题我们的一些解决方案 比如说我们希望这个议题 接下来政府可以做哪些事情 或者是有哪些组织可以做什么事情 来帮助这个议题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考量的一件事情 就是公共政策 它其实要考量非常多面向 比如说你可能现在会想到的是 这些吃不完的东西啊 那我就给这些需要食物的人啊 比如说有很多的无家者啊 或是有很多的社福机构 他们可能食物都不够 那我们就把食物给他们啊 那你要不要从这些人的角度来思考一下呢 今天换作是你 你虽然很穷 但人家要叫你吃即将要过期的食物 你愿意吗 他可能会愿意 但是这其实对他们来讲 我觉得是很不 其实是很不尊重的一件事情 凭什么他因为比较穷 他就必须要吃你这些过期 即将要过期的食物 又或者我们也可以考虑说 假设这些食物我从这些地方 然后运送到这些单位 运送过去的时候 会不会其实这些食物就已经过期了呢 也就是所以说我们必须在自定一个公共政策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考量非常多非常多不一样的面向 考虑不同人他们在想什么 那修完这些必修啊 你可能会说那我对政治其实很感兴趣 或者我对经济感兴趣 那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修什么课呢 在政治类啊 我们其实有一些选修 像是下面这三堂课 其实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带你去了解政治 比如说政治与文学上课是用分析一个电影的方式 上课我们可能就会看电影啊 然后就会去分析这个电影背后的一些议题 政经名著选读 就是我们会一个学期全班一起去看一本书一起去探讨 那政经专题其实就是我们会针对现在时事的一些议题去做讨论 那如果你对这些基础的课程修完之后 你还是觉得很感兴趣 那像我前面提过的教授研究领域的国际关系 其实我们也有课程是开国际关系课 另外就是如果你对中国大陆的制度啊 法律或是政策很感兴趣 你也可以修这些课 最后的话则是像是 你可能会想要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 那比较政治上这堂课就可以带给你这样的东西 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你对经济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经济数学二是你一定要上的课 这堂课它其实就是会教你微积分之外的数学工具 因为经济学啊 这堂课其实你如果想要研究的更深入的话 我们可能会需要建立一些模型 那这些模型其实需要运用到的数学 不只有微积分 可能像是线性怠数等等的数学都是会用到的 所以经济数学二啊 它其实就是带大家去认识这些微积分之外的其他数学工具 再来的话是国际贸易原理与政策 它其实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国际贸易的这个领域 那它就会带你去认识说现在国家现在的世界上啊有哪些国家他们之间的跨境贸易是很值得大家去了解的 最后的话这是会计学 我们可能都会从一个国家层面啊或是一个整个世界的层面去看这些议题 但会计其实就是一间公司它的健康检查报告嘛 所以我们就会用会计学这堂课其实是可以带大家去了解说一个公司它的组成是怎么样的 另外为什么会有会计学这堂课呢 其实我觉得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系上很多学生可能会选择在毕业之后考公职 那如果你要考公职的话其实有很多公职的类科是有会计学这门科目的 所以我认为就是如果你是对考公职有兴趣的学生 你也可以修会计学这堂课来补足你的这个能力